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打拆的影片,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同學問我說那個 BMW E36那個車門板啊 要怎麼安裝會比較有那個眉眉角角 就是簡單講安裝技巧 然後白同學今天這個兩門的這個部分 順便把它拆下來 然後安裝的部分分享給同學 廢話不多說,一起安裝去囉! 來,那個重點分享喔 我們就直接講重點就好了 這個裡面在對的時候扭扣它會晃動 因為它原本上面有一個橡皮 然後那個橡皮很少人知道會去買那個東西 所以我是用那個不乾膠把它黏住 它在對的時候裡面在幹這個洞 它才不會左右晃動 還有那個門板裡面才不會有那個椅銀 就在這邊 然後這個怎麼黏的部分以後再分享 因為這一台買很久了 以前在黏這個東西那個時候 沒有在拍Youtuber吧 以後我再整理那個另外那台528 我再分享給同學 這個扭扣以前我換過了啦 這個部分下面最容易脫膠 這個裡面要用那個 這個水利扣把它黏好 一般門拆下來整理大概要一天啦 要不然你扣進去的時候它這個會晃動 然後扭扣的話 一般有在DIY的建議直接買一包啦 一包起來沒有多少錢 然後它這一種扣子 就是很硬 你只要拆過一次裂掉的話大概就要換了 因為白龍雪是比較蠻培 比較蠻培這個換過就不理它 這個部分 就這樣子 你要換就直接勾上去就好了 然後在拆的時候 門板必備工具就這個 一個是平的在這邊翹 一個是比較緊的 所以要這樣子 好我們直接把它上車 來安裝這個要單手印鏡很難 阿白龍雪盡量把它拍出來 這個再裝喔 它三六比較龜嘛 因為它這個 那個什麼 後視鏡的線不夠長 還有這個 那個什麼 喇叭的 你就直接 你要先把它裝上去 最主要下面這個 這個在對很難對 重點是在下腳 裡面這個爛掉 就是直接用這個泡棉把它代替了 來 現在都沒有助理 BB根本很難受耶 阿靠腰啊 跑出來 老公你那個滑出去啦 好 再推進去就好了 忘記了 老公這個要弄好 阿這個 高音喇叭 高音喇叭 好 真難用耶 這個不定 不定期那個DIY小品也是要拍 然後它這個重點 它這邊兩門的上面很容易爛掉 注意阿這個要這樣把它幹進去 這邊先幹進去 對 之後上面要勾進去 喔鏡頭要固定了 來 換水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金屬插箱 這個插進去的時候正常 它裡面是這樣子 但是 它上面那個時間到了它都會破掉 阿這個部分 基本上沒有勾是沒關係啦 來 扣進去的時候 這一孔要先進去 要不然這個門會掉下來 你看 來 重新給同學看換這樣子 但是 這一個人要倒 真的說不好倒 阿這個要 勾到這一點 這個要先對 這個不好對 好 來 進去之後 好 來喔 膽大心細 就這樣 先 齁 他已經扣進去 然後這邊也是 前面也是要先拍一下 這個非常難裝 要再發出那個怪聲了 知不知道 要不留住 好 鏡頭下來 來 來 下來之後你看這邊 是不是 這個 洞都有幹準的 等一下拍進去就好了 但是最主要是下面喔 來 下面給你出 我撿這個 齁 這改善這個平台拍拍 我就是沒有 很久沒拍 反正它下面 就是我們剛剛猜的話 它裡面也有 兩顆兩顆兩顆 你就是要這樣把它對準 還有前面這邊 齁 這個東西 難怪沒有人要拍 因為前面的話 它那個密合度比較好 比較好的話 你拍進去 我那個孔都對準了 基本上在拍很OK 然後等一下下面 有在安裝的技巧 再跟你講一下 來 接下來換這裡 這個可以直接拍 或者是用這個塑膠鐵錘 但塑膠鐵錘 錘下去這個 有可能會破掉 注意 這個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就進去了 那個久了之後 會稍微有 這個密合度會稍微變形 那個是正常的 來 重點了 來喔 本日精華 這個在打的時候 它這個會 那個什麼也貓下去 它沒有辦法 直接力道進去 這樣弄住之後 啪啪啪 它就幹進去 然後那邊的那個 那個什麼 試一下 也是要這樣把它 幹一次 啪啪啪啪 這樣就好啦 要不然以前 在拍不知道 這個下面這兩個 那個 很難去裝啦 後來就可以開始 裝這個啦 接下來這個門板螺絲 這個很注意喔 你如果 弄好之後 一扣就倒了 就輸了 你就要車門又重拆一次喔 我要把它幹準 一二三 老公請幹準 好 老公幹準啦 好 這樣大功告成 這邊 沒有人打得油的 打這一支 等幾百塊而已 誰要打 買東學來打 一樣一支 了什麼 了不 好 這兩顆螺絲不能太長 太長的話 它會去卡到升降機 然後這個 也會掉出來嘛 我也是把它用那個 鋪乾膠 黏住 把它弄上去 老公 老公 我沒有換主事 好 換主事來 爭靠臨場桿 這樣就快要完成啦 這爭這個 看似簡單 但是真的不好裝 然後車門 車門鎖把 這個再勾有個技巧 你們有看到這個斜勾 它就是 先拉前面再拉到後面 它才會進去 有的人不知道 它這個 旁邊這個要勾進去 這兩個點 這三六這個部分 是設計還不錯 但是很 如果沒有裝好很容易掉 就把它向前推之後 往後拉 一下子 就進去啦 這個就是之前車主 它不會安裝 它下面會勾不住 它就是把人家打螺絲上去 正常是不用 那個就是 白紅桿去裝 知道嗎 白紅桿你知道嗎 完成 來 完成之後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測試六角鎖 看這樣 轉的時候它有沒有打開 好 老公跳起來 好 然後旁邊這個 車門 尋釋一下 白紅桿在哪裡 你們應該是放心 對 下面 最主要是下面這邊 都有進去的 這樣就 大功告成啦 來 還有 測試一下 真正的關門 所以不能太爽 再來 再打開 然後我們測試電動窗 看正不正常 等一下 喔 漂亮 就起來啦 然後 兩門的它關起來 就會自動 插上去 成功啊 來 裝好之後 我順便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 原廠的那個 車門裡面 隔音的 真漂亮 但是 年代已久 那個大概就破掉了 那就自己找替代品就好了 然後 為什麼 這個 黏這個門板 白龍血液說會很久 你知道嗎 因為它這邊 齁 你看喔 這個你拆下來 這個扣子會掉 對不對 齁 這個一定要換新 然後 這個角座 這個還是算不錯的 你看 這邊 它就是有跑水進去 有沒有 你看 你這不可能膠得住 很爛 那你光黏這個 真的 不要說一天啦 至少半天要 阿這個 大概快脫膠也是一樣 阿這個也是 你看 這個 都全部都這樣打開啦 有沒有看到 阿所以你 那個 36的話 它那個扣子是做在上面 很失敗 阿這個39的一樣 它會晃動 齁 因為膠已經很多年了 齁 阿上面這個 再勾那個 那個什麼 電動窗 那個卡榫 這個都爛掉 阿我這個是算還好啦 對啊 齁 這個都要再補強 阿這個以後我再另外拍那個 專題影片 比較詳細 好 同學 阿白同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 這個 BMW 136 兩門的齁 這個車門板的 安裝技巧 希望一眾同學會幫助 就要來擲這個 這個東西齁 看似簡單啦 你如果說這個車門板 它都二十幾年裡面 那個側 就是那些 它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木頭下去壓的這個門板 它都會膨脹 有的都會爛掉 那個門扣 那個座都會掉 那個光 那個黏那個部分 就大概要一天 那個以後 我再用另外一台528 剛好要整理再分享給同學齁 然後安裝技巧的話 因為 我盡量想把它拍攝很詳細 但是真的 拍攝蠻困難的齁 大概盡量補作給同學齁 大概就這樣 節目最後記得要怎樣 訂閱白龍學第2教師 掰掰